别看大熊猫在野外显有敌手 但是它们之间互相打起架来 简直堪比菜鸡护卓 画面中右边的这个小家伙 趁着小伙慢不住 伸出嘴筒子就咬住了对方的肩膀 把它往水池外边拖 水池就这么点大 你一个人全给站完了 怎么也得给我留点位置吧 眼看小伙伴赖在水池里 还是不肯给自己腾点空间 小家伙那叫一个气啊 熊猫不乏威 你当我真是猫啊 被咬住皮套的小家伙 也想着以牙还牙 于是偷偷摸摸瞟了同伴一眼 然后猛地也咬了过去 可惜这次扑了个空 但是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这次正被它死死咬住了 果然熊猫不记仇 因为有仇当场就报了 很快 小家伙就摆脱了同伴的嘴巴 现在该轮到我了 它又一口咬住了同伴的头皮 久得都脑袋快变形了 我说你俩这是回合制游戏吗 怎么还你一下我一下的 可爱国宝报校解说 每天更新 关注一下 今后你就是有熊猫的人了 我数日月儿就会有听不清的 我今天的计划 我看完 我现在认识 Your Body 这个好处的 那还是1个圈子 似乎你不听不清的 词欧猫的人你们